哎,那奴子干嘛呀,先话少说,打鼓就唱吧,好嘞,来,开始! 金手证道莫任性,无论是要分性,必须要尊找而行! 金手证道莫任性,刺骨刀尚对下低血,下报上临终成, 父子亲,父父顺,张悠悠去,遥与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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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十奈安钻弄的水湖 右手 重乱重违 郭齐琳 默元同小 完全得奖了 又 Author 你一知识 本来就记住了 别忘了 郭齐琳 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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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谁啊 未今安 叫有安就算 有安 我刚唱转座 不是转座 转座了水浒 人家可称是那苗鼻的先生 水浒转着一步精华 那乐书的人是无不赞成 描写五二郎是高尚的人物 可称是大名儿鼎鼎 自从在狼牙山 没打虎那跳去了 打完虎才跳 已经说过 什么来了 景阳山 景阳岗 景阳岗山 没有山 没有山 自从在景阳岗打虎之后 在阳谷县是赫赫都养娘 这一天 吴尔郎奉命夸债 阳谷县老少都给惊动 一个个颤老邪幼 都来看大虎的英雄 吴尔郎行致在街头 呼听的背后有人喊叫了一声 来人了 说头来走的可是二个吗 吴尔郎当时就已冷 听着跟不尊重似的 转标区回头他观看 哦 原来是自己的宝兄 吴尔郎扑身他带倒 吴大郎猪泪而扬扬 真不错 刚才是曲头带手唱 就听于老师啊 活单心女演员 对 女演员 有味啊 唱的是真不错 接下来换个曲牌叫 太平年 吴大郎 吴大郎 上前来掺起 好汉而无奉 你别数年 你把哥哥我给扔 没想到阳谷 现在咱们弟兄又相逢 大闹了 大闹了冬月庙 考出家中 天下了哥哥 我是那孤苦又灵灵 张大郎 张大夫他们家中 是正白人用了 一到在他家 去做长工 现如今 我娶了你嫂子了 尽了咱的门庭 你知道 哥哥 我是那软绕又无能 也打着你嫂子 长得是 忒尽了 什么语言呢 招惹的这些地域流氓 跟说相声了呀 他们躲着门的 竟齐哄 因此上哥哥我 气清河来在了阳谷县 我是采得太平 五二郎 邓霜京 说墓下哪一个还敢 再吭您这么一声 既然弟兄相逢 今天哥哥就不必去 卖吹冰了 说这话 二郎一探胡找 替哥哥挑起了担子 他们转家中 二郎叫门 里面应声 谁呀 潘金莲开开了门 他说戏看本人 瞧见了五二郎 这个番势就已冷了 这是要收费 暗暗的夸奖哟 好他妈美英雄 骂人啊 弟兄二人 卖步上了楼厅 大郎说家里的 我跟你见见 这是我那包地 那耳无松 五二郎一听 这才知道来的是嫂嫂 急忙脱衣败党 我不行了 不是啊 溜一贵党 有什么区别 大概区别大了 就讲头捧了 三世说 哎呦 可折瘦死扫子了 我的嘴可真不清 你言太平了 潘氏女 大化名 叫大郎打酒买菜 给二弟接接风 五大郎到的街市椅上 把所有的东西买齐 又把隔壁的 这个王妈妈去请安 帮着潘氏把菜饭做熟 就端上了楼厅 弟兄二人 同隐溜零 盼金莲在一旁 他是带笑拔化名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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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清楚 你瞧你哥哥 把咱们家收拾的 是多么干净了 依着我说啊 别在衙门住了 搬到家里来吧 叫街坊四邻们 瞧着哥好对你 也有一点那首 足情 吃喝一闭 二郎战身心 不多时来再聊那县衙中 见到县菜爷 把回家的事情来回屏了 县菜爷点了点头说 什么乱七八糟 日本官 战成年太平 从此二郎住宿在家中 每天到县内听 县菜还又去点名 在哥哥家一住 就是俩月的光景 不知不觉 哎呀到了数九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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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 乌尔郎从衙门里回来 这天气可太冷 万里空云厚啊 又密又浓 不多时者翩翩的恶毛 异满了路径 纷纷的林家飞呀 一时拿到鱼笼 这世上人烟稀少 实在是肃静 乌尔郎烫风猫雪 他奔走到了家中 乌尔郎上前来叩门 把潘氏给惊动 喷尽了他开开了门 走进了这个二五松 乌尔郎上楼来 脱血淡血 火炉旁坐顶 盘金莲把前后的门啊 关了一个紧急忙忙他上楼说 兄弟呀 天气可太冷 今儿个你回来的晚呐 一定是去了歌厅 吾尔郎回答 我没有这种毛病 扫扫入不心 你问我哥哥便知情 潘氏说什么呢 你哥哥 他缺乏正确的人生观 他缺乏正确的人生观 我一句都唱两遍 通掌一个废物的人影 吃完饭就睡大觉啊 他什么事的全都不通 你打算他干嘛呀 酒饭齐备了多时 也不必罢他来等 咱叔嫂同桌供饮 咱们弹一弹这肺腑的情 他来着了 轻易不这样 说着话潘氏在二郎 对面坐定 身与弯把美酒啊 斟满了一大钟 他把身子这么一嵌 双手把酒杯这么一捧 香菜就带着一点笑啊 递给了二五松 没英雄探胡找接杯 我嫂嫂的自拥 盘氏说我的脾气啊 最好把胸里疼 我二郎谢了谢嫂嫂 此酒高秋 盘金链给二郎啊 斟满了第二钟 说兄弟你喝个成双杯吧 二郎又夜冷 喝罢了第二盏啊 盘氏又斟第三钟 吴尔郎把三杯饮完 斟一杯把嫂嫂的回京 盘金链见他回京酒啊 那小心眼里一姑 但想到这个吴老二 大概是情动 要跟他接了连礼 我怎么了我 赵华他真不清 时时节盘氏月响 春情月冬 目不转睛 他只瞧得这豪杰 脑筋乱棒 大头低下 他是一语也不哼 把拿火仗锅灰 心里是犹疑不定 猛一抬头就气坏了英雄 键盘氏解开了牛泡 这光看就行了 说说就得了啊 继续继续 姐妈 你们先来 来吧 表演真实 也太真实也不行 光看就不解了 解开牛泡 露出了粉梗 乳房都半路 这个兜兜是个大红 词就是这么写 别不怨他老词啊 二郎说 嫂嫂你不可 如此的行动 别动了 你看二小伦理 我懂得守租情 我哥哥软弱 嫂嫂你喊住 必须要念在那夫妻解法情 康然若有 怎么样 风吹草动 嘿嘿 俺无二认识嫂嫂 俺那全炮之下 不能够溜 请 好 哈哈哈哈 哎 这个俩人打起来了啊 这孩子 切快书 吴尔郎说的潘氏扫了行 秀脑成怒就跑下了楼庭 走着说 怨问没脸 罢人家哄 干什么一词 竟念守租情 这人的体气不让人恭敬 也怨我这个没凶没臊的把他疼 看起来我命中注定不清静 碰上了不懂人事的一条大昏虫 他是来在厨房椅里嚎啕痛 他是又哭又闹放了悲声 五二郎一见嫂嫂太蛮横 哼 不得就躲开这个是非坑 他急忙忙来到楼下 穿衣走到了街门洞 正赶上大郎转家中 五大郎上前推门 没推动 不多时 见里边响花窿 五大郎一看 见里边走出来 他的兄弟二无松 大郎说 你上哪去天这么冷 五二郎是一云不发怒冲冲 他汤风冒雪走得冲 大郎也不知道为何情 还做戏呢 现在暗想 讲什么 我兄弟这是躲了 这儿 哎呀 他跟什么人霸气生 哎 把单子单在了尖门洞 见着潘氏问分明 到厨房里一敲油盒还亮着呢 谁说亮着呢 老穿上了 潘金莲俩眼全都枯肿 灯石梦坏了 我的老蒙兄 真好 无大爷冷了半天直发愣 小老生潘氏你听分明 你那眼泡全枯肿啊 你跟什么人的霸气生 今儿这个下雪天气冷 二郎走墨飞 说衙门里边有事情 潘金莲温厅眼一灯 这一口直脆的五大爷 来了一个满天星 说娶我使你们家里很清静 说没提过有一个兄弟二五松 今儿个下雪天又冷 打酒买菜活如生 我只说我们喝酒不必把你等 谁承想他一边喝酒 他们这个带心上 他说我们俩不平等 他说你年老我年轻 他说我长得又好又干净 说你像条混是虫 他又说一朵鲜花很堆整 他又骂这个月下老人没眼睛 这小子越说越高兴 他一伸手就把你欺 我的那个脸蛋 要不是太多心眼硬 嘿嘿我的哥哥啊 你想站起来走道都万不能 我的爷闻清不住的哥 说贤妻说话显聪明 老二没有这个毛病 在女人堆里边太包情 他把哥哥看得重 要办此事 他万言万不能 潘金莲文听吴明洞 好小子 我说话你他不得不爱听啊 你既然把你的兄弟看低众 咱们俩趁早断了夫妻情 从此后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玉泉英 你那里青河沙河昌平县 我这里通州拐弯进了北京 你爱听高峰鱼山正喜静 我这儿有孙大胖和远云鹏 从此后兄弟情长就随你的便吧 姑奶奶我 我问你行不行 又穿越了 吴大爷文庆之花乐 这娘们说的我没听清 这一回戏说别凶我慌藏 到下次都杀西门庆 大闹非人谱 可苦坏了没要凶 大闹非人谱